这个你可以把它当公式 因为在那个2D很多的题目里面都是这样画的 以后你们再遇到这样的也是一样 如果你只知道切边跟切点 你就这样做 最后请你把这个圆删除 然后把这个地方修剪 按空白键 把这个不要的线段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再做什么 做挤出 挤出 它挤出多少 挤出6 Enter 再来把它搬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用3D移动 把这个3D 3D物件选取之后的话 特别重要是这边的终点 对不对 终点 移到哪里呢 移到这一个地方的端点就好 或者是四分点 实际上其实这个端点就是四分点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我要什么 绕一圈 对 那不是绕一圈 绕半圈 绕180 所以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呢 请你在利用什么 正列 而且是3D正列 3D正列 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先把物件选起来 空白键 第二个要做什么 环形 第三个几个 四个 Enter 再来多少 180 180 Enter 因为我不是要绕360 我只要绕180 Enter 特别注意 因为我现在绕的方向是 这个逆时针的 有没有 我要逆时针方向 所以是正的 OK 按Enter 再来他问你要不要复制 当然要嘛 好 接下来他要指定一个轴 因为我要那个转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他 特别注意 轴的话呢 请各位一定要务必找到这个的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轴有两个方向 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 特别注意 Y轴 这个是X Y Y的话呢 它的方向正的是向前 负的向后 所以如果说你 你那个给的方向是给到 给到 如果你给这个方向的话 它会转到下面去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给这个方向的话呢 给这个方向 而且要看到虚线出来才能点 这个就是它的轴 你把它点下去 它就转正确 但是如果你刚好转 你的线 你的轴如果是在后面的话 它就 它这个四个就会转到下面来 你得到这个意思吗 好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务必一定要 拉前 就是Y的正方向 Y的正方向是往这个方向 是正方向 你不能往这个方向 是逆方向 如果你往这个方向的话 那你刚刚输入叫 输入-180 它也会往上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地方插击掉 插击 OK 插击的话呢 直接选物件 选物件 那这边需要 要留的先选 空白键 去的 空白键 这样就扣掉 OK 好先到这里好了 前半步完成 好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